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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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年之前 我想說百多二百年前 大家都不相信有所謂大陸飄移這個說法 嗯 即是我們以為地不動就不動的了 是 我們以為由盤古初開的地就是這樣 那個 五大洲就是五大洲 西大洲就是 但其實不是的 最初地球的板塊是怎樣的? 它就有個名字的 我的P字頭那個什麼Panguini 那個字很可能我會找到才知道 我們當初是認為整個東西是一個超級大陸來的 大家就會是黏起來的 然後隨著這個板塊活動才慢慢去 就是叫做 拆開做這個七大洲這樣 但是你說 究竟為什麼開頭就要只是一塊呢? 那其實就是 我自己具體都不清楚 有什麼的原因可以形成 就是很明顯 有些地方有足夠的地學活動 它就會推了上來 一個大一點的板塊這樣 然後就 但是這些板塊本身 它其實下面也都有一些很複雜的 就是應該要追溯到在那個地學以下的 那些這樣的岩漿流體活動 那就令到它們那些一個大板塊 就會這樣呢 就會是各自有回憶的命運 就飄到世界不同的地方這樣 就是台長現在你show這張圖就是說 如果我們嘗試去想像一下 將那些今天的板塊去逆向地去推演 開頭的大約是怎樣去混在一起呢? 就有個這樣的樣子 這個就是說二億年前呢 就是我們這個地球就這樣款的了 是啊 那時候就基本上你不用 那時候真的不用坐飛機的 全部陸路就可以去到所有的州的了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人的 沒錯吧? 當然沒有了 好啦 但是呢 接著就 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 之後撞那塊那塊那塊撞那塊就撞到 就像現在這樣 慢慢變成現在的那樣子 其中一個說話就是非洲和南美洲 其實是同一塊來的 你看回地圖上面 非洲的那個形狀 它那個左下角的那個架底形狀 其實就跟那個南美洲那個 駝背背脊凸出來的形狀 其實是可以組成的嘛 就是玩開砌圖 你覺得兩塊的形狀那麼像呢? 那原來是對的 真是原本是黏著的 而這件事不是亂說的 就等於我們砌砌圖一樣的嘛 你怎麼證實這兩塊是真的應該黏著的呢? 你看那兩塊砌圖上面的圖案是否吻合呢? 那麼我們地球上面什麼的圖案呢? 就是他們那些生態 那些地質和生態那裡做一個比較 你會發覺是的 南美洲的東岸 跟這個非洲的西岸它上面的生態 其實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認為他們在足夠遠的時間之前 根本就是黏著的 嗯 譬如說在那個美洲那裡有些這樣的植物 在非洲那邊也有的 嗯 所以證明就是原來在之前兩個地方是黏著的 是的 是的 尤其是在植物的那個證據那裡 你就會看到更加多了 但是有沒有可能性就是譬如說 在那個原本這個這麼大的板塊裡面 它裂開了之後呢 有一些就陷了到水底裡 其實就有很多這些說法的 我們這次就不是主要講這個 但是其實呢 我們以前有講過 還有近期也有再有人提過的 就是在這個澳洲的東邊 靠近這個紐西蘭那邊那個海域那裡 其實就是說 其實這個澳洲東邊那個海域 其實就是有一個沉了下去的大陸在那裡 就是原先如果水位低一點的時候 它照計就是一個陸地來的 而且是一個很平的一個大的陸地來的 所以我們就叫不是一個海岸了 是一個海岸了 一個真是一個大洲來的 那只不過就是因為那些後來的地殼的活動 和那個地球水位有變化 就令到它就不再在水面那裡 那其實你不要說就算香港 有人都考察過就是說 那個南亞島跟那個香港島本身近很多的 那個原因就純粹是因為那個水位而已 那個水位應該就是在冰河時期的時候 多些水結了做冰 所以整個水平線就低很多的 是說可以低成幾十米、一百米那麼多的 那只不過現在過了冰河時期 那個海平面上升了 所以就浸到那個島是這樣的 而同樣的故事一樣就出現了在什麼呢? 就是在從這個東南亞 拉到到印尼、澳洲這個地方 其實這次我們主要就是要講這一塊 我們香港的朋友比較少去留意這裡 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下東南亞那個地理 就是我們很需要了解它一件事 就是它以前那個水位和那個地殼的變動是怎麼樣呢? 原來是重要的 因為在生物學的分界那裡 其實有一件事我們不是很圓滿的解釋的 我們看到在澳洲那些這樣的生命呢 和在東南亞那些物種呢 其實差異是相對是比較大的 甚至乎中間有人曾經畫過一條線 就是Wallace 是的 就有一條Wallace Line 就是它當時在那裡做考證的時候 因為當時它就一直在這些這樣的印尼啊 星馬這些這樣的地方 到處去走去拿樣本 去考察一下那些物種 它會發覺很有趣的 從那個新基內亞到澳洲那邊的物種 和我們在那個叫做 在馬來西亞說的是那個蘇拉威西省 和那個印尼的比較西邊那裡的物種呢 好像是突然之間的差異是比較大的 那麼台長現在展示出來呢 你看到那裡的黑色線 其實那裡就叫Wallace Line 就是說那個物種那個分界 似乎就是在這條線的西邊 和這條線的東邊呢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差異在這裡的 那麼這件事情我們怎麼去解釋呢?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你看那些物種如果真是慢慢去擴散 去遷移的時候 照計那個的變異會是比較溫和的 就不是我們看到那種澳洲的物種有袋的 那些袋鼠啊 袋罐啊那些這樣的東西 跟著到亞洲的物種你不見那些物種有什麼有袋的 甚至乎那些中介物種你都不多見的 那麼究竟這件事情我們怎麼解釋呢? 很多時候我們就去掃出這個地質變化的答案 那就是說那個地方本身原本兩個地方不是黏起來的嗎? 是不是這樣說?是不是你解釋呢? 其實是這樣的 現在就有一個說法 就是也是用一些電腦模擬去講的 其實呢 台長最先頭看出來的那個圖呢 就是那個原本整個地球上 所有的大陸都是黏起來一塊的那個圖呢 其實你可以認一下那個澳洲 和那個後來的東南亞其實大約在哪一個位置 而又很有趣的 就是你發覺他們大約都是圍繞了在南極州附近那裡的樣子 那原來呢 其中一個計算 他們那個考證就會說 在當時呢 是有一塊東西 那塊東西不大不小的 它就夾了在後來的澳洲 後來的南極州 後來的印度 和後來的緬甸 後來的東南亞的那塊那裡 就是原本那個中間還有一塊東西在那裡的 那麼當然啦 後來就一直去演化的時候大家歸位啦 越南 越南 中南半島的那些 就去了那塊 緬甸又去了一塊 接著又推了一個印度板塊 推了上來 澳洲就向這個右手邊移了下去 南極州就一直下去南邊 那麼原本中間有一塊仔那裡呢 是一塊呢 不大不小的這樣的東西呢 就後來就是被拉到散了 碎了 就四分五年 很大部分呢 它的成份呢 就去了到今時今日 在講印尼中間那一塊那裡 就是如果是那個新聞講到那一塊那裡 它看著就是由那個印尼接讓新基內亞那邊 一直去拉回去印尼自己比較西邊那個這樣的海域那裡 其實很有趣的 那裡也看到一個呢 相對那個綠地比較淺的地方的 那麼現在台長展示出來的畫面那個圖呢 譬如綠色那部分就是由 即是當初一路脫出來的那些碎片 現在走去哪個位了 現在那個位置就有些是變成一個島突出來 但是有些就浸了到水底那裡 那麼其實就是這裡就是說呢 原本應該存在著的一些生態 就因為這一塊小小的大陸它沒有了 掉了 這樣一下就很多就沉了下去 就是可以就是說 原本你會看到一些比較 可能介乎於兩個大洲中間的一些物種呢 但是中介那部分呢 就是沉了 吃了下去 那麼剩下來突出的那部分你就看到 好像一個比較大的跳躍式變化就在那裡 那麼現在的說法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用回先前的思考方法 譬如說那些地方 譬如說土壤那些的生物植物 是原本是一個生長的 會不會我們在那個 就是這個如果是淹了下去 消失了這個部分 我們會找到這些東西出來呢 這個又要注意到啦 那就是一些如果你說是軟組織生命的 在那個海洋裡 你還在說是以一種億年計 千萬年計的時間 你就基本上就已經留不回了 就已經 就是現在你在地球上面 你找到要 除非你說到那些化石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 還要不是讓東西都可以有權留下化石在那裡 就是一些講到一些比較軟體的東西 基本上就很難會有化石在那裡 所以我們就預期了 經歷了一個這麼大型的 就是這些綠地的大裝修之後呢 那其實能夠留得到的線索其實就很少很少了 好 那這個發言呢 它還有一個名字叫Argoland 就是說 它有沒有解釋它為什麼會倒下 為什麼會沉底呢 如果你說要講那個解釋 都是那種地殼變動的 就是它那個板塊之間的相互作用 有贏有輸 就是有些就凸了上來 有些就凸了下去 就是這裏就沒有什麼一個很有系統的解釋 為什麼是零零細細它輸了的 那這個都是那個板塊作用來去給了出來的結果 那它就是一億年前就其實不是很久的 你以為如果整個地球的歷史四十五億年 那它是在一億年前 那其實如果在說那個時候是有植物的 但是那些動物你去到幾複雜層次 那這裏我自己都要看才知道 但是肯定就是你比較後來複雜的動物 根本上就未出現 未來一次出現 那所以就是這個這樣的分離事件 令到在兩個不同的大陸上面 它原有的那些原始祖先物種 有各自不同的回憶的演化 那其實在這裏我會覺得 這個發現其中我覺得最大價值的地方 就是它似乎比較合理解釋到 為什麼有條Wallace Line是走出來的 還有就是說那個Wallace Line的東邊和西邊 那個物種的差異為什麼是這麼大 現在似乎我們就有一個比較 由那個地球科學上的解釋 來告訴我們為什麼出現了一個這樣的紅溝在中間 如果你說一億年前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可不可以很老定的說 以後不會從這些大陸不會動來動去呢? 其實現在都繼續在動的嘛 是不是? 就是太平洋就好像越來越大的 然後有人也都說其實大陸和台灣是越來越近的 是嗎? 會不會? 需要等 慢慢兩次就沒有錯 一定要等的 一定是要等上這個天文數字的時間 他們最終就會統一的了 哦 OK 聽著 監聽的那些 這個就講了很久了 所以他們都很久了 是啊 但是會不會有一些 好像我們看以前的那些荷里活片 突然間這個整個地洞生疑呢? 就是說如果說到很大規模突然之間 是一種很大尺度的變化呢? 我想你說的那種地洞生疑就是說 會不會好像科幻電影那樣 出現突然之間一場的天災 一個全世界大規模的大地震 就令到突然之間出現了一個新大陸 或者那個大陸原本不是隔這麼遠的 但是突然間近了幾百公里這樣 會不會 或者甚至沉了下去 就是你看很多這些科幻電影 但是有這麼說 最活躍的 就是整個地球 你如果用整個地球 用一個天文時間去看 它那個地表上面的天氣活動 和那些地學活動 其實一直是越來越衰減的 因為整個地學活動 它最主要的動力的全員就是來自地心裡面的岩漿流動 而這些東西就是隨著地球散熱越來越多 它的地學運動是越來越減少 那個激烈程度也會越來越低的 我不會說以後一定沒有 但是我就會說 它那個發生的滑然率 是一定是隨著時間跌下去的 相比於地球以外的其它星 我們上個星期有提到的 好像是火星 甚至乎是月亮呢? 其實它原來是有火震和月震的 就不是地震 那種震是很難得才發生一點點的 原因就是因為它們的核心 已經很大程度已經凝結了變成固體 就不會再有什麼流體性的活動 去移動你外面的板塊 所以很難得度到月震或者火星震 已經是一個天文法現上的大新聞 在地球上的未來還會有很多 但是你說總體的趨勢 如果你說繼續多幾億年後 地球又多幾億年時間去散熱 地心活動再冷卻多些的時候 你就與這些大型的摩擦震動 這些事件的機率是會趨向少了 但是不可以說沒有的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這樣的現象 是一種不停地好像股市 一路去滑滑一下 每天有很多起起落落 但是總體的趨勢慢慢衰減 是一種這樣的圖像去掉下去的 但是一年前已經有恐龍了 你想想那些恐龍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個地方 這樣裂開沉 所以應該是相當壯觀的 其實這個過程是很緩慢的 應該這麼說的 它不是突然之間在一億年前的某一日 發生了令到恐龍客都呆了這樣 其實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來的 好了這集要結束我們下集就回來了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